接近万圣节的假日台北市就举办了一系列迎接万圣节活动 不少民众都吸家带券来这里走走逛逛 周末好天气踏近市集感受满满万圣氛围 南瓜裤头装饰餐车是基本料理也要走 直接化为屠夫炖热给大家看 其实卖的是德国肉占宝 咸虾宝 还有看似血腥的酥皮血手指跟呕吐脆饼 都让人拿起相机好奇猛拍 跟蜘蛛网造景合照在万圣节应景一波 连猫咪都笑皮戴草帽打扮 门口就是南瓜百事迎接游客 店家都特地JESCO亮相 那我们是做手指造型的 然后上面是用杏仁力这样做指甲的带 一些手做的东西 是小玩偶之类的 就是看到万圣节蛮特别的 就来看看 应该会去角落吧 拿了去角落 或回车上再吃 其实想要趁热享用值 几民众拿下口罩在市集里小酌一杯 还有拿着点心大块朵頤 尽管是站在定点吃起来 但这一群人挤在一起 还是不免成为防疫破口 其实我们如果说 可能想要放比较久的话 我们就比较接一下纽结面包的东西 或是玉米面包 边吃这边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整熟 就是戴口罩嘛 但是还是要很检举 回中心表示 目前还是禁止边走边吃 若是忍不住路边拿下口罩吃喝 恐怕依照传染病防治法除一千五百元到三万元罚还 音乐加上美食趴好享受 但该注意的还是不可少 TVBS新闻无剧场红亭台北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